祖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在这崭新的一天里 很高兴能够和你们一起为今天而加油打气 去接纳旅行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吧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圣经经句 在二佛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一切独辣怨恨愤怒争吵毁谤 以及一切邪恶都要从你们中除掉 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宽恕 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 在这世界里天主是爱 以祂的肖像来创造了人类 但我们却为了自己的自私 而彼此产生嫉妒纷争 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 天主真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争斗吗 还是盼望着能够在祂内 享受祂建立永恒的国度 此时敞开心房去拥抱天主 诚心诚意的向祂祈求 让我们在心中的批判 仇恨消失 以爱滋润着我们 陪伴着我们 现在我们用圣歌 祈求 来献上我们的祈求 我祈求 一切无解消失 我祈求 我祈求 恳请天父临听 我祈求 诚心诚意的 我祈求 为普世祈求 我祈求 我在这里这里 天神的祈祷 天神的祈祷 用我的心祷告 祈求 让无悔被凉解 让仇恨被宽恕 让平安长存在 让内心多点爱 让无悔被凉解 让仇恨被宽恕 让平安长存在 让内心多点爱 让内心多点爱 我祈求 一切无解消失 我祈求 愁恨花又微物 我祈求 朋友都平安顺利 我祈求 世界没有分层 我祈求 一生主的一命 我祈求 恳请天父临听 我祈求 我祈求 习习习习习地 我祈求 为普世祈求 我在这里这里 天神的祈祷 用我的心祷告 我祈求 让无悔被凉解 让仇恨被宽恕 让平安长存在 让内心多点爱 让无悔被凉解 让仇恨被宽恕 让平安长存在 让内心多点爱